今年江若霖大搞寵物酒店及麵店生意 不過就有連番阻滯 她老公蕭潤芳貴為生煎包王子 曾經過百萬打本給她開設生煎王后麵店 但開業僅僅半年就要賣本 而之前江若霖和幾位拍檔合資開的貓酒店 亦因為疫情影響損失達六位數字 前路望望 這一日江若霖兩夫妻冒險出關 親自去到皇大先治求神明指引求生 當日他們原來還約了王浩怡和她男朋友葉偉彤 期間江若霖求籤時一念刑中 並念念有詞狂擾籤筒 之後他們齊齊排隊見解籤師傅 看來問題多多 全程跟師傅談了15分鐘 江若霖接受我們訪問 就說今次是為工作而求的 是中籤 皇大先叫她努力工作 堅守這門生意 還提供給她要多元化 老公事業運又如何呢 皇大先叫她上半年要努力經營 之後就會轉好 至於貓酒店生意受影響 老公有沒有財力資助呢 江若霖斷言說 零 他說在生意立場上 要放手親力親為才學到 自己好像JW 是否尋神明指引求 他立即問回他們 不知道 但當然希望他幸福快樂 美國人 我們就來 等一下 我們來 ان いました 我們來 我們來